Hello大家好,这里是小羊Vlog第二集 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队的成员 首先介绍就是离得最近的这位渣男 渣男没有什么好说的,那下一位 就在渣男后面呢,这个看起来没有睁开眼睛的就是P1 我们简称他RP,RP后方就是我尊敬的王老板 为什么叫王老板呢,毕竟鞋墙不是谁都能有的 接下来隆重介绍一下聪明善良大方可爱美丽知心 优雅睿明日严格认真负责的boss曲 而我杨某在这里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 开个玩笑,我们来到了机场 大家猜猜看这个最重的箱子是谁的 拖运安检完后我们上了飞机 都说科技改变一个人生活 这叫一个舒适 但是像我这样情分业自律的人不多了 我真棒 干饭干饭,有奖精彩我在看什么电影 一个半小时后我们顺利抵达了上海 超能力展示 推着行李前往大巴车 这是为什么要带着呢 这笔迪姐也在那里 欢迎我们新成人的加入 小座小座 拍一张好音乐来 拍一张好音乐来 拍一张 请问这个里面装着什么水果 小家伙来了吗 来了 对 可算不去到位 坐完核酸回屋收拾行李 不知不觉又到饭点了 变个魔术 小杨 小杨在干嘛 看这个大神画画 巨牛 你 能 出于人 顺便带大家看一下 我们屋只会画饼的小杜 小杜小杜 关窗带 关窗帘 你放进窗帘 只会画饼 自己动手风衣足食 哎呀没按墙 窗帘困难户 患难兄弟 第二集在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最后我会放上自己同款物品的平台 如果有需要的话 我们有缘再见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